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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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支影片當中呢 大家會看到我們選了八個時期 跟八個不同的樂風 我將用爵士樂手的角度 教大家怎麼樣了解爵士音樂 看看爵士樂手到底頭腦想些什麼 我們一起來畫重點吧 好 各位看到了呢 這個叫做 閃拍音樂 那這個音樂呢 可以說是爵士音樂的前身 有兩個非常重要的爵士音樂家 你必須要認識 其中一個叫做 另外一個是 如果你很喜歡這種 閃拍音樂的話 一定要聽這兩個大師的作品 在這個影片當中 你可以看到 徐玉瑩老師 他在彈的時候 其實他的手非常的忙碌 他的左手啊 一直用這種 stride的方式 那什麼stride呢 就是這種大的跨步的方式 他的音程跨越得非常大 而且呢非常的規律 可是他的右手 卻彈奏出所謂的sincropation 切分音 那在切分音的節奏當中呢 搭配左手規律的運行 造成了這種閃拍音樂的風格 是不是讓你覺得 也有點想跳舞的感覺 好的 好的 現在你看到是 紐澳樑爵士 New Orleans 這樣子的音樂風格 我們也可以把它稱為 Dixieland 迪西蘭音樂 現在你可以看到 畫面當中 有一個好像不常見到的樂器 這個就是洗衣板 Washboard 那在紐澳樑有這樣的傳統 他們把真的洗衣板呢 來做一些改裝 也許他加了 墓魚、鈴鐺 也許他加了麥子 冰淇淋用的把布 發出不同的聲音 然後演奏的人 用指環來刮奏 來產生出這種切分音啊 明顯的節奏 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你會聽到 樂手之間會有一個所謂的 group improvisation 集體即興演奏 相較於現在你聽得到的 爵士音樂 在紐澳樑的爵士音樂裡頭 爵士樂的時候 常常會使用 即興演奏這樣的方式 來造成不同的聲線 互相的交錯 產生出非常熱鬧 很像在遊行的感覺 這也是紐澳樑音樂 非常重要的特色之一 既然說到紐澳樑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音樂家 也就是Louis Armstrong 那他就是紐澳樑 Dixieland 音樂的代表 我們都知道他是爵士樂之父 但是他是道道地地的 紐澳樑人喔 接下來是40年代的 鮑勃爵士音樂 Bebop 那這樣的音樂風格 是怎麼來的呢 30年代其實大家 最常聽的音樂 在美國就是 Big Bang 是讓大家跳舞的音樂 他的音樂旋律非常的簡單 而且非常的明顯 讓大家可以跟著一起搖擺 那這樣子的一個氛圍當中 爵士樂手在大樂團裡頭演奏 相對他可以得到的 即興演奏的空間 也就變得非常的小 所以呢 有兩位非常非常重要 的爵士音樂家 一位是薩斯瘋 Charlie Parker 另外一個是小號手 Dizzy Gillespie 他們兩個創造了 這種 Debop的曲風 鮑勃爵士音樂有幾個很重要的特色 第一個是他的速度相對的快了非常的多 再來呢 他的旋律線條變得比較複雜 而和聲進行聽起來非常的激烈 你可以發現在畫面當中所有的爵士音樂家 他們動作是不是都變得比較快呢 一開始看到鼓手快速的swing 用bass手的walking bass 非常的快喔 加上呢鋼琴的合聲進行變化速度也是非常的快 好手啊 薩斯瘋手其實演奏起來都相對顯得非常的複雜 也成為了爵士樂手彼此之間互相競爭的最好工具 那這些爵士樂手在40年代在Big Bang下班了以後 他們常常跑到紐約小的爵士俱樂部 互相切磋 互相研究 甚至互相競爭誰的演奏功力比較好 所以這種音樂對爵士樂手來講其實是非常挑戰的 下次如果你想要測驗一個爵士樂手的功力的話 記得請他演奏Bebop 現在聽到的是50年代的cool jazz 酷派爵士音樂 在50年代的時候 有一張專輯非常的重要 他宣告了這樣子的音樂的誕生 這張專輯就是 Miles Davis' The Burst of the Cool 那這張專輯裡頭使用了大量的管樂器 再加上節奏組 首先你應該要感覺到鼓手的聲音做改變了 他把原來使用的鼓棒換成了鼓刷Brushes 因為鼓刷的演奏在鼓面上面的摩擦 而產生出非常輕鬆如同海浪般的聲音 伴隨著Double Bass跟鋼琴Swing的Compin 這樣的音樂讓人家聽起來就是很舒服很酷的感覺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白人的薩斯風演奏家 他演奏上低音薩斯風 Barytone薩斯風 他的名字叫做Jerry Mulligan 同時他也出現這張專輯裡頭 也可以去找他的專輯來聽 去感受酷派爵士音樂給你放鬆的感覺 60年代以後呢 爵士樂的Fusion融合爵士樂這樣的曲風 慢慢的被形成 伴隨著Herbie Hancock Headhunter這張專輯的誕生 讓大家慢慢的了解什麼樣的音樂可以跟爵士樂融合 那Fusion爵士音樂我們可以說他是把爵士樂的精神 演奏的方式跟流行音樂的器材常使用的這些合成器 或是電貝斯也好 甚至呢在管樂器上面加上一些效果器所產生出來的音樂 我們就把它成為Fusion爵士音樂 現在我們聽到這首曲子呢叫做Camp Loop Island 其實它正好就是Herbie Hancock非常重要的作品之一 那這樣的音樂你會聽到有爵士音樂的即興演奏的橋段 同時呢也會有流行音樂的聲響 在60年代以後一直活要到80年代甚至90年代 到現在也有各種不同的音樂 也會把Fusion爵士音樂的概念融入當中 所以這個就是Fusion爵士音樂重要的一個特色 如果你喜歡一點點爵士音樂 但是你很喜歡流行音樂的聲響的話 建議大家可以從Fusion Jazz來聆聽 接下來要跟大家聊聊什麼是拉丁爵士音樂 Latin Jazz 那拉丁爵士音樂的範疇其實非常非常的廣喔 舉凡大家非常喜歡的Bassanova Salsa Cha-Cha 我們都可以稱為它是拉丁爵士音樂 那在這支影片當中 這一首曲子是Sony Rollins 非常有名的一個曲子叫做Saint Thomas 這一首曲子除了有輕快的節奏以外 如果你去找原版Sony Rollins的音樂的話 它的即興演奏是經典中的經典喔 建議大家可以找它的音樂來聽一聽 現在大家可以看到畫面的右手邊這三顆叫做Kongas Konga Konga是在拉丁爵士音樂裡頭 不可或缺的一種樂器 除了Konga以外可以看到Bongo 甚至在Cha-Cha音樂裡頭很常用到Tito Pronte 它最喜歡打的這個樂器叫做Tambales 這些打擊樂器加入呢 都可以讓拉丁爵士音樂更加豐富 如果你喜歡跳舞的話千萬不要錯過 好好來聽聽什麼是拉丁爵士音樂 好的現在你聽到呢這個是Hit Hop 嘻哈爵士音樂 那嘻哈爵士音樂其實就是延續著Fusion爵士音樂一路往下的喔 我們可以知道爵士音樂的產生被融合出來 其實就是在早期紐澳梁這些黑人文化跟當時他們生活的環境 加上了歐洲的古典音樂也好 或者是他們來自於非洲這種律動感的音樂 所融合出來的音樂風格 那這樣子的音樂其實都不斷的影響現在的 不管是爵士音樂或流行音樂的文化 所以黑人文化跟爵士音樂基本上是可以畫上等好的 那我們這次選的這首曲子是Roy Hargrove他的作品 那是他在2003年所發行的RH Factor 這張專輯 如果你想要感受到濃濃的黑人嘻哈文化 跟爵士音樂做非常巧妙的結合的話 你千萬不要錯過這張專輯 去聽聽看感受爵士音樂跟嘻哈音樂結合的魅力 最後呢你看到的是爵士樂團裡頭最大的編制 爵士大樂隊 Big Bang 雖然現在畫面當中呢我們呈現的是用Little Big Bang 這是現在非常流行的一種編制喔 但是真正的Big Bang 我們會看到畫面右邊的管樂器 第一排會有五把薩斯風 第二排會有四把長號 第三排會有四把小號 這樣子多人管樂器的編制 這些管樂器的編制經過了精心設計 所演奏出來的合聲都會顯得比較豐富 而且比較厚實 那在左手邊你看到爵士鼓 看到鋼琴看到Double Bass 這個我們稱為Rhythm Section 節奏組 而節奏組他所負責是演奏音樂當中 主要的和聲以及節奏 那這樣的樂隊編制當中 加入歌手是西中平常的 會讓整個樂隊聽起來更加的華麗 也讓觀眾更容易聆聽 說到這樣子樂隊的背景 有幾位非常重要的Big Bang Leader 大樂團領班你一定要認識 比如說鋼琴手Duke Ellington 以及被稱為最搖擺的樂隊領班 這個人就是Cal Bassi 還有呢長號手Glee Miller 這三位都是在大樂團當中 非常重要早期的人物 他們有非常多經典的唱片 而且這些唱片當中的曲目 相信大家一定都耳熟能詳 以上這麼多爵士曲風不知道你喜歡哪一種 找個機會去現場感受一下爵士音樂的魅力吧